他帮我画出什么 画出一个正方形出来 所以我就以这个 看这个边的终点往下 拉一个 先拉一个大概就可以先拉 然后终点往下垂直的这个焦点点下去 但是呢这个 举行位置对不对呢 其实不对 为什么 我的位置应该 这一个点 应该放到哪里 放到这个点上面去 应该在这里 另外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点放到这里来 另外放在这里之后的话 他应该会自动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也要把它跟着放大 所以放大之后的话 应该要像这么大 对不对 那这个观念的话 你可以用所谓的比例 那比例的部分 你可以以这个为基准点 画一条线过来 那这一条线你会发现 你这样看 他会自动帮你 有点像放大一样 放大 自动帮你放大 因为他沿着这个部分 越外面的话比例越大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 原来在这里 对不对 他放大之后 这个高度 就会自动帮你涨大 这个是比例 那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用一个比例 点下去之后 我要放大东西在这里 按个空白键 问你选到 基准点 记得就是从尖尖的这一点点下去 那再来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的比例系数 请你按一个RN的RN的参考 那参考的长度部分的话 请你先 特别需要 也是比较容易出错的是 1在这里 2在这里 3的话在哪里呢 3在这一条延伸线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在哪里 对不对 3 那怎么办呢 特别需要这一点现在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画一条线 这一条线可以从这边再延伸出去 才会知道第三点 所以这里的话呢 把这个 这个部分先跳开一下 我们先再回来画这一条线 请你在这个地方延伸过来 先点它一下 接下来延伸过去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有延伸线 请你沿着这个延伸线 碰到这个焦点 我们用延伸线的方式来画 点一下 这一条线就会延伸出去了 其实有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从这边画过来 特别是你点到之后 再慢慢延伸这边 它会出现延伸线 你再碰到这边 就会有第三点出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个第三点之后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曲型把它放大 用比例